大家好,我是胖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关注我 最近有网友问我一个问题 想让我公布我的油管的收入 其实呢,已经有好几个网友问这个问题了 今天呢,我打算公布我的油管的收入 我前两天才刚刚把我在油管上的收入的钱给取了出来 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说一说 不知道的人呢,可能会认为做视频哈 在油管上的收入应该是很高的,很不错的 其实也对,也不对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大家也知道,当你去看视频的时候里面有广告 也就是说,油管上的钱是根据广告费来计算的 也就是说,你要有很多的观看量 你的广告费才会挣得比较多 如果你的视频的观看量很少,不多的话 那你几乎是不挣什么钱的 大家也知道了,最近我上传的视频比较多 其实我是在做一个挑战 试一试我能不能一天上传一个视频 说实话,真的很累 因为我是用手机拍摄剪辑制作的 每一天都要花好长的时间去制作一个视频 确实挺累的 我在去年的4月28号正式在油管上 登记了账号 上传了第一支视频 到10月1号呢,一共是花了7个月的时间 我才有了广告 才开始挣这个广告钱 做油管的博主都知道 油管上有两个条件 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 你要有1000个订阅者 还有4000个观看小时 这两个目标呢 说实话都有一点难 我之所以能达到这两个目标 在这里呢,我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能走到今天 离不开你们的陪伴和支持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呢 你们继续关注和支持我 谢谢大家 当你达到这两个目标 有了广告以后呢 那个广告费要和油管分摊了 也就是说油管拿一部分 你拿一部分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广告费的那些事情 我这里的数字呢 只是针对我的频道 每一个获利的频道组的数字都是不同的啊 我这个数字呢,是仅供参考 这个数字呢,是会变动的 现在呢,只是目前的数字 就说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 我这里的数据呢,是针对每一千个观看者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千个澳大利亚的观众观看我的视频 我可以拿到6块6毛7 这是估算 这是广告费 当然啦,油管还要拿走一部分的 美国一千个观众的观看费呢 是5块6毛5 英国一千个观众观看的广告费是5块02分 加拿大的是4块8毛3 新西兰的4块7毛1 日本的4块3毛2 德国的4块1毛3 新加坡的3块04分 法国的3块01分 香港的2块8毛6 台湾的2块03分 马来西亚的1块5毛5 这些数据呢,都是针对每一千个观众的 像我说的这些数字呢 有时会上升,有时会下降 不一定的,它是浮动的 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的两个观看量 最高的两个视频的 这个收入 当然了,这个收入是估算 这两个视频呢 一个是长视频,一个是短视频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看长视频 我这个长视频呢 有3万个观众 观看 收入是 55块6毛6 下面这个视频呢,是短视频 有1万4千个观众观看 收入呢,是1块7毛4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 看一看 我到目前为止的收入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哈 我是从10月1号开始有广告的 也就是说在10月1号之前的视频 那些旧的视频,说实话 都收入非常非常低的 不挣钱的 因为 可以说是老视频了 没有太多的观众去看那些旧的视频 当然了,我这些收入呢 是从 一开始做视频到现在 就说所有的 视频的总收入 扣完税以后呢 我拿了1223块4毛7 这个钱呢,是扣完税以后的钱 我也是前两天刚刚拿到这个钱 从10月1号到现在整整6个月了 也就是说在6个月之内我挣了1223 平均一个月是200美金 当然了,这个钱呢 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条件 我为什么说是特殊的条件啊 因为我刚才说过了 我最近上传的视频比较多啊 可以说是一天或者两天上传一个视频 这样呢,也在帮助增加了我的收入 如果我一个星期只上两个或者三个视频的话 我的收入就会减少很多 也许一个月只能拿到100美金 或者几十美金一个月 也是有可能的 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啊 看完这个数字呢 你们就知道我讲的是真话了 不是假话啊 我圈起来了我的头像 这样呢,你们就知道这是我的账户 你看看我的账户里面 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因为我已经把钱取出来了 刚刚取出来 说实话 对于我来说呢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从一开始做视频 我不会剪辑 可以说也不会拍摄 更不会上传字幕 做了一年 目前为止 视频的质量也只是马马虎虎 在这里呢 我还是想再一次的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没有你们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无法走到今天的 谢谢你们 说真的 说真的我用手机 说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50岁了 我现在是活一天要学习一天 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呢 不会让自己觉得天天挺无聊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虽然说制作视频呢 确实还比较辛苦 也挺忙的 最起码给自己找了一件事情做 我觉得还挺好的 说实话 我制作视频的时候 我老公和我儿子两个人 人家都没有当一回事 他们认为我就是闹着玩了 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广告这样的 直到我有广告以后呢 我老公是真的吃惊了 他跟我说 我真的没敢相信 你做视频居然能有广告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也知道 我的旧视频里面 我老公也没有出镜 他是不赞成出镜的 到后来我的视频呢 做的比以前好一点呢 他开始慢慢的支持我了 也同意出镜了 在这里呢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老公 就说愿意出镜来帮助我拍视频 同时也更感谢我的儿子 这么支持我 说实话 他有时间的时候呢 他会过来帮助我拍视频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儿子 还有我的老公 当然了 我最感谢的是 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没有你们 也没有今天的胖妈 今天呢 我就闲聊到了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 订阅点赞和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